大慶姊妹平安 感谢神 今天我们可以在《圣经话语》中研究 和敬拜神 圣经里面有一次经文大家都熟悉 就是《思路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当圣灵降临时 我们要得着能力 并且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丽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很多人觉得跟耶稣做见证 又去传福音、开茶经、班纸 但其实翻译也不太好 作我的见证是是我的见证 在哪里是我的见证 作我的见证和是我的见证有何不同 如果你作见证是要做一些事 如果是事见证就不用做事 你本身是一个见证 举例 圣经里面有人叫拉撒路 拉撒路死了 耶稣就叫他从死里复活 拉撒路就变成了耶稣的见证人 其实拉撒路什么都没有做 他死里复活就复活 周围走 人们说这个人以前死了 耶稣就叫他复活 那他就是耶稣的见证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旧约里面 在以赛亚书里面 我今天和大家讲一讲 在三几节圣经里面 一连讲了耶稣就说 耶和华 神就对当时的意识人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他没有作见证 是我的见证 这句话其实在赤梁诸上是同一句话 所以说我们今天 如果是当时犹太人 是耶和华的见证人 我们今天也是耶和华的见证人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自己本身是他见证人 我们是基督徒 本身就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 是讲以上下书 我这个题目叫 《时代的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例如我们在地上的使命 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 要养妻活儿 要做工 要租屋 买屋 什么都好 另外要结婚生子 这些是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使命 但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 属天的使命是什么呢 属天的使命 有人说要传福音 但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使命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的使命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使命是 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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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看 我今天和大家看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是大先知 圣经里面有四个大先知 有以赛亚 有耶利米 有以西杰 有达以里 有四个大先知 有十二个小先知 由河西亚落去 大先知 如何分为大先知和小先知 原来他们写的文章 有很多 二十章、三十章、六十章 那些有很多语言的 叫大先知 小先知多数来说 都是写十章以下 除了河西亚比较长 其他都是十章以下 大先知 如果我们看圣经 最先看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 接着有历史书 历史书 最后就是以诗贴记 历史书做完之后 我们叫做智慧书 智慧书是约伯记 诗篇真言传道书 雅歌的五卷就是智慧书 完之后就是大先知书 大先知书第一卷就是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是最有名的一位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由四十章开始到尾 他说到时代巨轮前进 说到世界一路向前推进 由四十章到四十八章 说到神在历世历代所定的计划 由尼布格尼沙的计划 由尼布格尼沙之后 尼布格尼沙之后 他说到神在历世历代 以后的解脑计划 是怎样的 到最后四十八章 那里新天新地 那时候的时代 不是只有我们今世代 而再历世历代 就是形容耶稣 耶稣 耶稣是救恩的中宝 所以第四十九章到五十五章 突然之间 有六章 六章 圣经形容耶稣 神的仆人 是救恩的中宝 突然之间 就从历史转到说耶稣 到五十六章到六十五章 最后就是说后来的日子 新的日子光辉 就是说到千禧年 新天新地 这个就是以撞亚书 他是先知 他就是预言这些事情发生 那我们看看 我们从以撞亚书里面 以撞亚书里面 以撞亚书是一本很出名的先知书 很多人都知道 为什么以撞亚书那么出名 我们来看看他的原因 因为他这本书 就是说到时代的指名 我们来看看 大家怎么说 我们来看看 现在说今日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就是2021年 有一个争论点 有一个是真神和假神 究竟谁是真神和假神 今天我们都会说这件事 但其实在早一些世代 例如在以利亚的世代 也有说真神和假神 现在我说到以撞亚的时代 当时的国家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强国家叫巴比伦 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以色列 他们一直争 到底巴比伦 他就拜巴比伦的神 拜巴力 拜那些神 以色列的神就是耶奥 一个强国一个弱国 到底哪一个是神 是真神呢 一直在争辩 于是巴比伦 很多神和以色列的先知 就是巴比伦的神 就是巴比伦的神 就是耶和的先知 在各地的角力 都是看哪个是真神 哪个是假神 于是要两个人都在辩论 拿了证据出来 看看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这是巴比伦 本来在希列文中的殉道者是见证人 我刚才不是说是我们的见证 就是见证人 我们今天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原来如果你看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是用希列文寫的 希列文的见证人 其实跟殉道者是同一个字的 原文说 你是见证人 可能你是殉道者 就是这样 我们看看 为何我们见证人 为何我们见证人是殉道者 我现在是见证人 为何你说我是殉道 意思就是 你今天和神做见证人 你就是代表你是真理 为真理来犧牲 你可能因为你要见证真理 你这个是见证人 你是那个见证人 那你就指出真理 于是 但是你指出真理 你就受迫白 你就变成殉道 你就要为真理而犧牲 所以今天你做基督徒 这个世界上 就不是说 封条与信 一路这样过的 就是说 在世界上 就是说 百子千孙 一路一乏通信 因为你在世界上 如果你真真正正做 做神的见证人 很多人就受到迫白 你为真理做见证 你也很可能 为真理犧牲 被人迫害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说到见证人 就是说 本来你是见证人 有些人说 见证人做什么 我是见证人 我现在是基督徒 就是见证人 我到处走 我都是基督徒 你不需要做事 你身体是基督徒 那你就是基督徒 就像是中国人 你不需要做什么 是中国人 你走出来 你黑头发 黑眼睛 你用筷子 不用刀叉 那你就不用做什么 你自然生活 人就说你是中国人 基督徒也是 就是 这个见证人 你是基督徒 别人说 你是基督徒 你行行举动 你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这样 但是呢 就是因为 现在我们说全福音 大家都说 全福音 就是概念 你是见证人 你见证什么 你就见证这个福音 所以就把福音传出 所以这个全福音 就是见证人的观念 开始讲起 好 现在看看当代的见证人 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讲《以创亚书》 《以创亚书》第43章第10节 神的命令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简选的福音 今天基督徒就说 神说 你是我的福音 你基督徒 我简选你来做我的见证 我简选你 你就变成我的福音 如果你是我的福音 你是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一个见证 你不用做什么 他选了你 如果你是神的福音 你就是一个见证人 这是43章说的 他就不是说 你们作我见证 你们是我见证 这个意思 另外 43章第10节 就是说 你们是我见证 2节之后 又再讲一次 重复 他们说 你们是我见证 我也是神 他就说 我是神 你们是我见证 我是神 那你就见证我是神 所以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又说 然后 你们是谁 你们是犹太国的耶路撒冷居民 因为当时以赛亚书是被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居民 他们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当时以赛亚书是犹太国的耶路撒冷居民 就是神的见证人 这是当时的 现在 在今天的世代 你们是谁 因为他们说 我简选你做仆人 我是你的神 我是神 当时是对以色列人说 今天是21世纪 当然 你们是基督徒 见证人 基督徒 今天是真由以色列人 就是神 今天简选我们做基督徒 今天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就是见证人 你不做事 你本身就是见证人 你做不做得到 你就是见证人 你说见证人 见证什么 有什么好见证 那 你做什么呢 在第43章十节 神就说 你是我见证 你见证什么 我是耶和华 我是真神 我以前没有神 以后都没有 这个我们出来 就要见证给人神 人家问你 只有一个神 这个神就是神 这个是耶和华 以前 只有一个神 这个世界上 以前以后都没有了 只有一个神 这个我就要跟你做见证 就是告诉他 我相信这个神 是真神 以前也是他 以后也是他 就没有第二个了 另外 你看着 第43章第10节 就说没有神 下一节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 你要见证 你自己知道 如果有人问你 你就跟人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主 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很多人就说 你信什么都一样 宗教教人行善 你信耶稣 好好 但是我信观音也好 我信佛也一样 我信印度教的 凡天大帝也好 所以所有都一样 那不是 他这里特别说 除了耶和华 除了耶稣 除了耶稣 除了他之后 没有第二个救主 你要见证 就是要说出来 另外 你看到第12节 在那里说 我曾指示 我曾请教 我曾说明 在这名宗教会有别的神 这个我们要见证出来 如果有人问 你说是宗教 那人说 没有所谓 你信耶稣 我就是这个 信这个 什么都好 信道教 我信太上老君 原子天尊 那不是一样 那不是一样 因为那些不是神 那些不能够救你的 除了我之外 就没有第二个拯救 那你一定要将这件事 就表明 就是 拯救 就是独一 只是犹为一个神 这是你要 你自己做这个见证人 那 另外 就是 第13节 你剃了牢落 他说 自从有日子以来 我就是神 不是说 有人说你耶稣 2000年前 2000年前 耶稣没有来 我信盘古事 开天辟地 那已经是6000年 7000年前 那时候哪有耶稣 如果耶稣 就算耶稣是神 那就是2000年的神 他说不是 他说 这个神是自从有日子以来 总是有人类历思罗 人类历思罗 人类历思之前 他已经存在 而且他就是神 只有他一个神 其他这些 就不是神 你们说的 那些 就说 谁也不能够人 脱离我的手 我要行的事 谁能阻止呢 就是说 神的话 我是一个神 如果神说 要定你的罪 没有人救得你的 没有人救你 就能够脱离你的罪 如果神有赏赐你 没有人就不能够 不让你赏赐 神这个是 掌管宇宙天理的神 你可以跟你说 我们这个神 不仅是时间 从永远到永远 而且他掌管了 整个宇宙是他掌管的 所以 如果他掌管 如果神今天要行一些事 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这个就是要见证 好了 现在讲一讲今天的世代 现在讲一讲 二十一世纪 看一看 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物质丰富 现在比较一百年前 物质真的丰富 以前皇帝也没有我们 现在那么享福 老实说 食物 居住 以前皇帝的物质没有那么丰富 现在物质丰富 但很可惜 道德堕落 现在世界 道德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大家都不需要问 最方便就是说 现在你在山凡市 如果你要出去打劫 就没所谓 总之你抢东西 你抢小的一千元 就不告你 那你有没有搞错 以前你烦你 你抢东西 当然不行 这些道德堕落 大家都知道 这些标准 遇走 有很多罪走的人 我的病人里面 有很多是走徒 昨天才有一个病人来见我 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戒走 有没有一些药物可以戒走 这些很论盡 而且每天都在派对 欢迎欢乐宴会 在这方面大家都知道 包括基督徒 整天都说要出去吃饭 整天都要一起聚 一起去喝喝吃吃 就喜欢这些东西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情形 我不是说 欢乐不好 不是宴会不好 一天到刻 想着欢乐宴会 你整世都是为了这些东西而活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生活上 同时又灵性低落 对宗教活动 没有什么兴趣 又不说分略了心灵的复兴 我跟大家说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 已经开了 你可以回来聚集 那些人就不回来 在网上 他不回来 为什么不回来 我不想去那里染病 我就不回来 所以他就一年 这么多个星期都不回来 不回来立教会了 但是呢 每个星期都出去 约一起吃饭 你说你回来教会 你就怕惹到病 出去吃饭就惹不到 不要紧 出去吃饭 每个星期就约完整班人出去吃饭 回来教会就不敢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人灵性低落 他就忽略了宗教 不注重宗教的活动 就变成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是基督徒 在外面有很多无神论 他不相信有神 在世代里面 有些相信是多神 是什么神都拜 见神 见什么都拜 有些是泛神 因为自己都是神 现在外面有多无神论 这个世界都是很多 在每一个阶层里面 都泛滥了这些情容 你做工也好 你亲戚也好 你发觉 今天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些人 所以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是一个物质丰富道德堕落的 灵性低落的 多神论无神论的 在这么多人当中 那你要做什么呢 神就要你做见证人 要在你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传一个信息 即是你将你是见证人 你将向当代传一个信息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所以你和我是基督徒 所以你和基督徒 是神简算的伯人 刚才说了 神说我要简算你做 我是我的见证人 所以我们要针对时弊 今天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要针对今天问题 在我们生活水准里面 我们要让人觉得 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觉得敬拜神是重要的 我觉得去教会听道是重要的 在生活方面 我不是说不跟你出去吃饭 但是我不能够 只吃饭就可以 敬拜神就不行 在我生活上也好 在我言语上也好 我要针对时弊 告诉人 这是要见证的 你见证神 你说神要你做仆人 要你在言语行为生活里面 见证他 当然你这样做 有人说你傻瓜 又迫不你又什么嘴 但这个是真理 你可能要为真理来做牺牲 这个就是说 见证人就是殉道者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先看看以赛亚 以赛亚是一个见证人 他说了这么多次 我们先看看以赛亚 这个人用他来做一个代表 以赛亚的生平很特别 大家看看 以赛亚的生平很特别 以赛亚的生平很特别 他怎样呢 第一 他是谴责犹太人耶路山 如果你看以赛亚书 一开始第一章号 他是骂的 骂当时在耶路山的犹太人 不肯悔改 一末就犯罪 神请他们 骂的犹太人 骂就是谴责犹太人 那他谴责之后 他说 你这样做 有一天你们得到报应 神要懲罚你们 有一天你们这样做 你们的土地要被荒粮 现在你好像很 城市很虚陷很兴旺 有一天土地要荒粮 而且你的城要被火焚烧 而你的田地要被外人占 你要亡国 人家要进来亡国 那你这样做 神会惩罚你的 一早就罚了 这些语言没有人喜欢听 他就这样说了 他就说 当时他这样说的时候 以赛自己说 我说来说去 当时的百姓 耶路山居民 心蒙了自由 耳朵发尘 听极就没有 借了龙耳亲的耳 他说来说去又不听 你看到眼睛昏迷 说给你听 你看人家 巴比伦就来兴起 他眼睛看不到 心眼就蒙蔽 不听尔赛说 所以 尔赛亚传了60年 他60年 那时候的人不是那么长命 尔赛亚很长命 他传了60年 但是没有人理解 我跟你说 如果你做见证 你传了60年 一个人都不信 那你会不会灰心 尔赛亚怎么说 他说 我传了60年 我所传的有谁信 没有这么说 大家知道 当时神呼召 他说 谁是为我去呢 尔赛亚很勇 就说 我做借女请猜献你 神就猜献你去 尔赛亚以为神呼召我 我跟着去 那当然有很多人听我说 没有 他说没有人听 那怎么办呢 以赛亚呢 就服侍了五个皇朝 五个皇帝 一代一代 五个皇朝 他六十年 最终他死了 他殉道死了 被鸽鸽死 哇 我服侍皇帝 五个皇朝 出去传福音 传了六十年 没有一个人都不信 最终他被鸽鸽死 那怎么不值得 我这一生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看看 到底以赛亚这个先知 他这样做 语言有没有效果呢 这个语言 我说 如果我是你 我也灰心 如果我是以赛亚也灰心 我出来传福音 出来见人 传了六十年 经过五个皇朝 一人都不信 一人都不信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 以赛亚他如何 竹子还被鸽鸽死 为了福音 我们看看 以赛亚他预言什么 第一 他预言里面 就是说说 尼赛亚诞生 和他的任务 以赛亚说第七章 他预言耶稣出世 很多人都说 你看圣经 我哪里有说耶稣出世 预言 原来七八年前 耶稣七八年前 以赛亚已经预言了耶稣出世 他预言了尼赛亚出世 和他的任务 所以在以赛亚出世七章 他说 必有童女怀孕而生 吸他的名 叫以马内利 他一早预言了 说玛丽亚是童女 就怀孕而生 这些事情 没有人相信 他现在说 他是处女 是童女 他很生儿子 你童女怎么生儿子 但他就预言了 说玛丽亚 他的名字 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即是神与人同在 他形容尼赛亚 就是神 是神 他就是与人同在 来到这个世界上 道成一肉身 他就预言他的任务 另外在第九章 除了这个童女出生之外 也说了他的任务 也说了尼赛亚诞生耶稣 以及耶稣的任务 所以第九章 就是形容耶稣的任务 他的任务就是 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这个婴孩就是说耶稣 有一子尺给我们 他刚刚说了 为我们生了一个婴孩 但这个儿子长大之后又如何呢 他必有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 就是耶稣有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 我先说一下政权 也不是耶稣有政权 耶稣从来都没有做过 什么政府大官 我先说一下 耶稣的名字 叫做奇美的测试 他是测试军师 他是一个很好的军师 教你的 有什么不妥的话 你去请教这个军师 他教你这样做 他是一个很奇妙的测试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他是一个神 他是永座的父 他是和平的君 他是带来和平的 他说他政权要平安 必家争无穷 他预言耶稣 他拿着政权 而且将平安一路加给人 他说他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你国 他的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定 从今直到永久 以撒下的预言 几时成就 耶稣没有 耶稣哪有 他哪有做皇帝 哪有政权 以撒下形容千禧年 因为我们还未到千禧年 有一天耶稣再回来 在地上成立千禧年的角度 在千禧年的角度 耶稣就是万皇之王 如果我们称耶稣 是万皇之王 耶稣怎样是万皇之王 我们都未见过他做皇帝 将在千禧年里 以撒下以撒下 还说千禧年 柴狼和羊 狮和羊 在一起 以撒下以撒下 以撒下预言 我们还未应验 和平之君 还未应验 但这个一定会应验 遲下就会应验 这是他的预言 我们再看看 他说耶稣 除了说耶稣出世 说耶稣将来 是万皇之王之王 他也说耶稣受苦 耶稣在世界上是受苦 他也认为这件事 他说耶稣来的时候 是无皆认美容 耶稣来到不是很高大威猛 也无美貌 使人羡慕 没有见到耶稣很英俊 威猛 他来到世界上 他来到世界上是受苦的理财 他来到地上不是做皇帝 耶稣33年不是这样的 而他的经历 不单是他的容貌 他的经历 在第53章 他说耶稣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又说 大家都知道耶稣是经过 被人藐视 他在拿撒拉的时候 人家说他是一个野仔 马里亚未结婚的时候 生了耶稣 他就知道 他被人厌弃 看不起了 多受痛苦 常都很难 他渺小 便被人以面不看 一样 他说 我没有不尊重他 当时的人 对耶稣都不尊重 这就是他以错 形容耶稣在世界上的事情 虽然他是这样 他无家迎美容 又我们不羡慕 他又被人厌弧 但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耶稣来到这里 在第53章 说到耶稣 如果你信耶稣 耶稣为我为我们 担重担 耶稣说 烦怒苦衷 担重担的虚 到我们来 我就给你有安息 所以他说 我们担心 我们祈祷 神就给我们有平安 叫我们不需要忧患 也担当了我们的重担 和痛苦 这也是 以错诺 也形容耶稣将来的事情 接着 他说到耶稣 不单如此 他就代罪 我们犯罪 要受罚 耶稣就代我们受罚 他说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我们犯了罪 犯了罪 便要受罚 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过犯 耶稣为我们担当 我们应该受罚 但耶稣就代我们受罚 所以 他说 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 他说 因得受盈分 我们得到平安 因得到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也说到 基督徒耶稣的恩典 他说 他在世上 他说是羔羊 叫做代罪的羔羊 大家知道 以前 犯罪是要死的 他一年一次 他就向神献了羊 他说 这羊是代我们一家人死 我们就不用死了 耶稣是代罪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死了 我们犯罪 应该死就不用死了 他说 他说 他受盈 我们得到平安 我们不需要死 不需要受罚 他受到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他说 他说 谁想他受鞭伤 从人之地被剪 随时是我们的过犯 有些人说 耶稣钉十字架 有些人说 你们信那个宗教 你那个教主 怎么会被人钉死 我们这个就很威猛 他们大家都不知道 原来耶稣钉死 不是因为他不够威猛 而是他代我们死 他们被人打 是代我们被人打 他也是我们的过犯 在活人之地被人截 除他钉十字架 是代我们死的 接着 神定义把他压伤 将受罚羔羊上压伤 他的痛苦 神就用耶稣地上的痛苦 用我们的负罪 我们犯罪 因为我们要献祭 耶稣受罚 成为我们的负罪 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 耶稣的职份 当然 以赛亚先知 一路来说 都是说到 特别是对耶稣 所以以赛亚书 那么出名 因为 以赛亚书里面 很多是形容耶稣 将为耶稣要来 受苦的尼赛亚 尼赛亚 和尼赛亚的职务 你看到尼赛亚的职务 其实是引用以赛亚书 耶稣不是这么说出来 因为耶稣入到圣殿里面 当时拿起一本以赛亚书 就读了 读哪里呢 耶稣当时读 拿起以赛亚书 第六十一章 耶稣的灵在我身上 这个灵就是说在耶稣身上 耶稣自己读 耶稣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稣用高高我 神用高高耶稣 高耶稣 叫我传福音给牵卑人 耶稣当时传福音是一些穷人 他传福音给他 差遣我医治伤心人 很多人都知道 耶稣做了医治的工作 不单是医治人的身体 还医治人的忧伤 而且耶稣当时来到世上 他是报告秘鲁的释放 就是说你被魔鬼 成为魔鬼的奴隶 耶稣来了 就叫你释放了你 你就不再做魔鬼的奴隶 被囚他出监犹 如果你被魔鬼囚禁了监犹 耶稣就叫你离开魔鬼的捆锁 报告耶和华出监犹 报告耶和华的恩怜 就告诉人 耶和华的恩怜 当时的犹太人是第五十年 你种田种六年 第七年就是安息年 七个六年 七个安息年 第七年 六年一年安息 六年一年安息 七次就七次四十九 第四十九年 就是安息年安息 但第五十年是多一年 那一年神给你有休息 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这是拿撒纳宣言 耶稣到拿撒纳会堂 他出来传道 六十年 经过五个王朝 没有一个人信耶稣 最后还被驾驾死 到底值不值得 大家还记得 肥利有一次跟埃提阿伯太监 来受洗 大家记得 在哨行传里面 肥利被圣灵带到拉撒路 看到埃提阿伯太监 埃提阿伯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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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 买了一本以赛阿书 他看了 他不明白 他说这个以赛阿 这个以赛阿是否说他自己 不知道 肥利上去跟他解释 不是 这个以赛阿书不是说他自己 而是说耶稣 这个是埃提阿伯太监 然后他说 他说耶稣是神信耶稣 这个埃提阿伯太监 就信了耶稣 因为看到 《以赛阿书》一本书 看到这件事 然后立刻受洗 于是一个人信主 但埃提阿伯太监 回到他国家 这个太监 不是我们中文说的太监 埃提阿伯是一个国家 是女王 现在是英女王 不管朝政 所谓的太监 是当时的政治负责人 因为他自己信了主 令到全国都信了主 然后二千多年 一个国家 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二千多年 有多少人信耶稣 千千万人信耶稣 你说以赛阿 他当时在世界上 做了六十年 没有人信耶稣 值不值得呢 他死了之后 写了以赛阿书 所以以赛阿书 就是不在八个国家 在世界上 很多人信耶稣 因为以赛阿书 信耶稣 千万人信耶稣 那是否值得呢 所以我们今天 你在世界上 你做基督徒 你做了一件事 我看不到结果 我对人传福音 这个人好像未信 你看我来说 你派拆小包 你到时 你将这个福音传出 但是将来的影响 你不知道 所以我就看看 所以这个以赛阿 就是一个 我们一般来说 他那个大先知 他对福音传福音 做见证人 他自己做了见证人 那个影响很大 影响后世很大 所以历世历代以来 以赛阿书 这本书的影响 真的大得不得了 就是千千万信耶稣 他是当时时代的见证人 以赛阿书 是当时时代的见证人 好 那我们看看 神叹息 最后我说了神叹息 神今天在天上要叹息 他叹息什么 神怎么会叹息呢 大家知道 如果你看以赛阿书 你看到第六章 神当时以赛阿书 未曾同照 以赛阿书 是乌西亚王的表兄弟 你表哥做皇帝 你一朝天子一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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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乌西亚王死了 第二个皇帝上墙了 于是他就没有了核靠山 于是他就突然间去到神的面前 他就失去了核靠山 于是他就突然间去到神的面前 他就突然间听到神的话 神说我可以猜猎猎猎 可以为我去 因为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是罪人 神就用天子的火炭 将他序除去 于是他就说 他就突然间看到神 听到神的罪 得到四面之后 听到神说话 听到神说什么 听到神一直在叹色 他说我可以猜猎猎猎 我去 其实神一直在说这种东西 但当时以赛阿书 以前有罪 听不到 现在罪得到四面之后 他就和神亲近 突然间听到神在说 我可以猜猎猎猎 以赛阿书说肯为我去 当然大家知道 以赛阿书当时听到他就很勇 他说我再借你去猎猎猎 以赛阿书说 很爽快的回应 他就猎猎猎猎猎猎 今天神一样叹色 今天神在天上一样叹色 你听到也听不到也不知道 今天跟以赛阿书一样 神在天上叹色 我可以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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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 神一样叹色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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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 有什麽好做 我就不做以赛亚了 没错 以赛亚在生之日就没有人信主 以赛亚死了之后就有亿万人信主 千万万整个国家 因为他写了以赛亚书 今天如果神呼召你叹息 我可以叹显谁所以为我去 你怎样回答 如果以赛亚说我请叹显我 我就借你请叹显我 你就出去传福音 这传福音可能你一生里面带了三个人信耶稣 那也好 比以赛亚在生之日带了一个人都没有 但不是的 后来的结果更重要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什么都不懂 我又圣经不熟 我又灵性不好 我等我成现好了才去 不是这样的 叹息你远不远去 所以在今世代 我说回 现在的时代的使命 今天时代的使命 你是基督徒 在21世纪时代的使命 就是要做一个见证 你愿不愿意与神说 我再借你请叹显我 或者我愿意做这个见证人 愿意做这个时代的使命 做一个见证人 你愿不愿意呢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看以赛亚一生 觉得这个人当时很有抱负 或者说他听到神的呼召 是很有心要他服侍神 但是他跟着他写以赛亚书 他骂当时的人 没有人听他说 他出去传说 没有人信 但是他依然是听神的话 一路做见证 做神的见证做了60年 最后是被割割死 但是以赛亚在基督教里面 对在天国的国度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回响 为神做了很大的事情 我们今天不一定要学以赛亚 但是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 我们愿意回应神说 我都愿意做时代的见证人 是时代的见证人 愿神都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因为我们受了他的恩典很多 我们看以赛亚书讲到受欢以赛亚 我们犯罪我们是罪人 耶稣基督代我们受罪 代我们死 愿意我们都能够代为耶稣而活 我们是为耶稣而活 我们能否讨告同一个地方 祝福一切愿意求 阿们 谢谢观看